今年中秋發財囉 中秋團員178優惠專案 第四季財富機會 成為首富就看這一次 世上最強五大族群 黨黨奔向月球 會噴會漲才能帶您賺錢 前所未有中秋最大誠意 獻給一起向前的您 加賴天鞋表單或撥打針線 0225231988 中秋團員178優惠專案 只要您敢衝就敢帶您發 怎麼做啊 有滴就買吧 因為基本上今天就是超跌了 沒什麼好講的 我最近我也跟各位講 你在這個頻道 你看不到人解台積電 你只會看到我解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有個缺口 我不太想去提 但是今天還是補了 還在讓各位知道一下 那你如果了解台積電整個運行架構 它在之前五月份上漲那一波 留下了好幾個缺口 那今天幾乎都補了 那同樣的往下的缺口 它有要不要補 我認為會補 我們來看 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把時光倒流到這個位置上去 這樣各位就看很清楚了 當時有個缺口 一個缺口 兩個缺口 三個缺口 四個缺口 五個缺口 等於說台積電從這一波裡面 在上漲來講的話 留下缺口 在今天來講 上面缺口已經封閉 它就是把 5月18號當時在 521和 526缺口都封閉 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要看外資的心態 但是我希望外資他們能夠心口 合一 因為畢竟來講 這一波整個 台積電的下差 都跟外資有關 其實它賣也沒有賣很多 它賣也沒有賣很多 但是 就是這樣把台積電給K下來 我說成也他們 爸也他們 我常常覺得 那些 你如果把時光道移過去看 它買最多的時候是在這裡 當天買了九萬五千多張 其實最近連續 六個交易日賣 賣多少張 我們給我看一下 也是賣九萬多張 九萬多張 那九萬多張就把台積電 橫橫這樣K下來 我算了一下 這一波台積電下差 大概接近7%左右 接近7%左右 從558塊 到今天的519 6.9%接近7% 他只是比大盤要來得更弱 所以我跟各位下一個結論 中秋節過後就要看他表演 因為他這裡留下一個缺口沒補 那這裡也有一個大缺口沒回補 你了解台積電缺口理論來講的話 事實上 往上的缺口 以後來回補 你看到了 那是不是往下的缺口 以後他也要來回補 這個 因為我常在講嘛 你說外資怎麼看台積電 以前的報告各位都很清楚 那台積電本身它就附送兩種精神在 一個它本來就是AI的火車頭 你不管任何研發出來的晶片 最後代工還是要交給台積電來做 尤其是未來要踏入AI 你說台積電跟AI沒關嗎 iPhone15賣得很好 請問蘋果用的處理器 的代工 是不是 也是台積電 那反而台積電那麼弱 各位覺得合理嗎 那同樣的畫面 我們看完台積電它距離半年線 這已經乖離那麼大的一個情況下 你看一下二三類電子股 今天 又再來回測是半年線 所以這是不合理的 我現在講到各位就知道了 這是不合理 你說那做其他類股 我覺得說如果這裡守不住的話 你覺得 在未來的歲月裡面 你覺得台股好做嗎 這要給各位要有一個共識 所以我會講說 節錢賣壓很大的情況下 我反而請各位另類思考一下 我們在這節目中更會報告的股票不多 你很好顧 我該要賣掉的我也跟你講 我說之前投信那一波做上來的 我們從八月中旬當時就跟各位講說 AI股票漲不動 所以我把資金換到投信做的股票 有見底 有細創 那但是我也跟各位講 這個我怎麼樣 我已經也賣掉了 那我長波段看好的股票誰 材料 業績真的很好 我自己用計算機按一樣 我就覺得明綿度的爆發力道會更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看一看 在我的主軸範圍內來看這些股票來講 就算大盤間跌 你覺得影響大不大 那節目以外才是 麻煩各位還沒訂閱我youtube的 麻煩訂閱一下 你可以回去看重播 那還沒加入lite還是要加入 因為我說實話 今天這樣再回的話 對很多人來講 信心又會不好 你信心度不夠的話 情況下你要了解你的持股 到底要何去何從 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 你來問我 我一定會回答各位 我不會因為大盤不好 我這活動我就不辦 我反而會更鼓勵各位 你參加這個中秋一起發的團圓 這個專案 為什麼 其實我這兩天一直跟各位講 請你仔細去想想這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有套牢股票 你該怎麼做 這我就不在最速了 因為很多人AI都套在高點 對不對 那同樣的 那第四季要漲什麼 第四季要漲什麼 這很重要啊 因為我可以帶你 找第四季會漲的股票 而且我要帶你解決你套牢的持股 所以這個中秋節一起發的活動 我們持續再辦 好不好 中秋節過後 這個活動我們就結束了 那同樣你自己看 我就跟你講一句 一個很簡單的嘛 你現在這個心魔要把它打開 為什麼七百四十三塊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材料 我一載在節目中跟各位講 你不要把它搶成七百多塊的股票 你把它搶成七十四塊三毛的股票 你買十張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一樣的歲月這樣在流失 對不對 人家月積 可以單月一個 對不對 人家可以一個月 七月七月就賺六塊錢 你現在要去找這種股票太少了 鳳毛領獎 我用這種來形容不為過 那當時他第一波是 漲了四百九十二塊 你們都有看到 打回來我說要先補這個缺口 然後 回到月線附近就應該停了 你如果回到月線這裡附近 你知道我在跟各位講 強勢股回到月線可以買 從1015 我再來做一張表給各位看 這是在9月20號收盤的這幾檔千金股 你來看一看 你就會有答案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一樣在回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材料就 我覺得還蠻強的 對啊 以上半年度佔二十幾塊的 二十塊以上的股票有這四家 那他是最便宜的 那如果以第二季的獲利能力來講的話 他賺15.25 15.25是 這9家千金股裡面排名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 僅次於大力光 沒錯吧 15.25 第三名的 還有還蘇維穎 排名第三名的 那如果以二十塊以上股票來講 他排名第四的 可是他股價是這所有股價裡面 千元就最低的 這個我就是做一張筆架表給各位看 然後你可以看從這個回測月先開始又談 禮拜四談 禮拜五談 禮拜一談 今天雖然有回 在高點來到1180 又差了才加進165塊 今天有回 我承認有回 但是我覺得回的幅度還好 我覺得回的幅度可以接受 因為今天大盤跌得蠻深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線形圖沒有什麼疑問 我們上次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在這裡 743報告 一口氣漲到1235 那我問你 上檔要不要亮說來回測要 那有沒有回測有啊 有回測月線啊 回測完以後有沒有公有啊 那這樣就好 那基本而言來講的話 他的位階我覺得 我剛剛也給各位看千元俱樂部的位階 我覺得還低 還是低的 那我覺得 既然是低的那個機會就還有 好不好 那之前投信買的籌碼還蠻穩的 投信也有買籌碼非常穩 那這個就是以後讓你鎖定的一個標的 因為 為什麼我會跟各位講說這些 這個股票 我不要你買 但是 它會抗貼性會比較強 最主要原因還是跟獲利能力有關嘛 對不對觀眾朋友 獲利能力重不重要 我試問各位一下 一家公司 一個月啊 可以賺六塊錢 六塊錢 我跟你講 我剛剛給你看那個千元俱樂部對不對 你看千元俱樂部 創意喔 第二季也才賺六塊而已 你看它股價是多少 創意創六塊錢 對不對 賺六塊 利望還賺四塊而已 第二季 可是人家一個月就可以賺六塊錢 那你覺得會不會很驚艷你的感覺 所以股票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那好的股票 拉回來我們找買店 那同樣的我說我賣掉的股票 你也知道嘛 劍頂 我說這個投信雖然有買 但是 但是我們也告一段 我為什麼會拿比較表給各位看 因為 其實最近它還有一些餘溫在 還是有在餘溫在 包含昨天金像店 你看昨天金像店 外資又把它調高到目標價 你看我們當時跟各位講的時候是146塊 那這是劍頂 劍頂最高的時候漲了82% 82% 那昨天金像店又來了 昨天金像店又來了 外資又把它調高了 可是我知道他們有買 但是沒有辦法 行情不好還是要回 那 這是今天的劍頂 我可以給我看一下嗎 對不對 還是有價差了 從217塊5毛 到前天地點187塊5毛 217 差了30塊錢 同樣的金像店 今天外資投心都有買啊 那我昨天那盤中節目我也講得很清楚 這有一條叫下降壓力現在過不去 很辛苦 你跳空要過月線 又要過下降壓力線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今天又來回 雖然他們有把它調高 說實話它壓力也很大 所以我才會講說 你懂得買的 你當時如果收看我們節目 你懂得買的 你要懂得什麼時候是當個停利點 你現在大盤回 他會重新找另外一次的主流 那我們在6月底的時候跟各位講 就是保護各位 讓你在7 8 9月這一季裡面 你因為你買到這些股票 你還講你是獲利 所以一季一季有不同的想法 對不對 當時我寫6月30號收盤 就等於7月1號開始 你要做這個7 8 9月你要做它 那我們也不管說投信要做賬或結賬 我就跟各位講 最起碼這裡已經差了80幾巴 我們就利於不敗之地 你股票不用多嘛 你要期待就是 下一季到底有哪些股票 投信又很開心要回去買 我們在幫各位鎖定 那因為有這張比交表以後 我們是不是有跟各位報告 我說藉由這張比交表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要看這張比交表 我昨天拿出來給你看 我說我現在會關注到記憶體 我認為第四季記憶體會很好 但是我一樣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獲利能力的表現 我覺得好像平安比較委屈一點 你昨天有收看我節目 今天大盤跌170點 我們來看看平安好不好 沒有跌 昨天節目你們都看到完全公開 為什麼它比較不會跌 理由很簡單嘛 跟這個比交表分析有關嘛 對不對 我上班年度我賺1.34 你衛鋼賺1.1 那你實權還虧錢 結果你的股價都比我高 那如果第四季有行情的話 我應該小老弟應該先 先往上攻一趟 所以今天衛鋼稍微有下來 可是你很明顯看到它不跌 我覺得今天是因為盤不好 不然它應該就往上走了 是不是 超越電風給你就是一種想法 你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對不對 今天如果不是盤不好 那應該就公過去 那同樣的我們昨天也跟各位講 我覺得很奇怪 我昨天為什麼突然間會跟你講雙虹 為什麼突然間跟你講雙虹 因為連三紅再重回季線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雙虹的表現 就真的比較強 這都是你有目共睹的 我昨天才講的 我說這種連三紅的股票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要特別留意 你看 雖然留下上影線它已經連四紅 有沒有 連續四根紅黑棒 那就看未來一個走勢 我覺得 以後會更好 我不認為這高點是近期的高點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同樣的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當時有跟各位講 要先避開的 我們等一下最後再來講聯發科 你看 一樣是做股票 你在八月四號當時 我跟各位講 細創是233.5 我說投信一代買 然後他到9月15號的時候 已經幫各位賺了81塊錢 但是 你有收看我節目 我有跟你講說 投信雖然一直買 但是我投信的股票 我已經賣了 我轉去做AI的 我相信 你們都有收看我節目 如果你不去轉移這一檔股票的話 各位你知道嗎 到今天的低點 又差了將近40塊錢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8016 314塊5嘛 今天最低的時候來到275.5 你自己算看 是不是又差了三幾塊 是不是又差了三幾塊 有沒有 差了39塊 你再看一次 314.5 今天最低是275.5 那是不是整整差了快39塊 這都是錢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 在超越巔峰節目裡 我跟各位講的是一個方向 當AI族行不行的時候 我跟各位建議你把這個資金轉移出來 做什麼 做投信買的股票 你看看8016 對啊 都有買啊 可是我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你要先停利 因為已經買不動了 你再來的股票買不動的情況下 他會先休息 所以我們才會第一時間跟各位講說 你要先把這持股先賣掉一趟 那你如果沒賣的 你看又差了將近快40塊錢 一張又差了快10萬塊 這就是點點滴滴 為什麼超越巔峰節目跟各位講 你股票不要很多 你試想一個回檔是 如果你股票 我如果每天跟你介紹一二十當股票 那我問你像這種回檔是你怎麼辦 你顧不來啦 我們一個中心思想就是 要想的就是第四季哪些股票會漲 現在利用拉回的時候 就是佈局第四季的股票 這才是對的 那我也很誠懇的跟各位講 我覺得第四季一定有AI的一份 一定有AI的一份 我最近盤中也講 以AI的個股 我覺得籌碼比較安定的股票 以籌碼比較安定的股票 應該是天智第一號的廣寶客 我已經說明過 我說只要 因為之前發生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各位來看一下 這天投信大買的時候是外資大賣 好奇怪 投信買回去了 外資大賣 一個賣兩萬六千張一個賣兩萬七千張 可是之後就發生了剛好相反 投信在賣外資在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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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昨天 兩個才同步 就都小買一些回來 我就說他應該籌碼 比較起來來講 AI的股票來講 應該是廣寶客籌碼比較穩定 就算今天大盤下差176點 他已經不跌了 所以觀眾朋友們 我再三個跟各位講 我們廣告時間有服務專線 你要是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或者你套牢的 你不知道怎麼樣去解這個解套 你也不知道第四季有哪一些會長的 你可以藉由服務專線來找我 或者是 藉由LIOT 來跟我們服務人員說 我想知道一下第四季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我套牢的股票該怎麼做 麻煩各位一下 LIOT還沒加入了 加入 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問我 YouTube也是 你可以重複的看重播 還沒加入了請加入 我們休息一下 下個節目再見謝謝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創造奇蹟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連發歌 連發歌今天有回 有回 但是 我個人覺得 這第一季打得很漂亮 頭心有在買 如果有回月線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回月線的話 我今天盤中你就把它列出來 如果有回月線 月線 我已經印出來 如果有回月線 因為說實話 有時候給各位明確的指令來講的話 你也不見得看住 因為你會受到氛圍的影響 尤其大盤跌 移到這種賣壓 基本上來講 你會覺得先賣再說 但是我必須提醒各位 其實這都是非常不合理 我每天一跌的時候 在另外一台有盤中點線 這個應該是 我經過這幾個月的一個想法 我率先說出來 這叫滾雪鞋效應 因為這波其實很多人 一直想要進去就要衝一下 我就覺得 你幾個為什麼一定要衝 那你衝的 你如果早上盤 沒有照你預期是反彈的 反而是到尾盤的時候 盤是往下壓的 你就會怎麼會的 你會想你慢慢要出 那會跌得更深 今天又是這種盤 我在一年的時候我就想沒辦法 我看到今天狀況一定是到尾盤一定是 又又會殺一刀下來 因為很多人要進去衝 所以其實這一波還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為什麼融資始終不肯降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其實我沒有看空這股市 我必須想 但是我始終搞不懂 我給各位看一下 投信買很多沒錯 投信已經連續買到 我都要跟他們起立致敬 可是 可是這我也必須講真話 為什麼你們融資 一定要融資去買股 你可不可以 這樣很辛苦耶 盤在跌 你還一直用融資去買 所以沒有辦法做到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讓大盤會漲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有一個是可以讓大盤漲的 根本我現在都用都用不到 因為大家都喜歡用融資 你知道嗎 現在台北股市的借券賣出 還高達976萬張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耶 如果說今天融資是減的 然後這個是往上 我告訴你這大盤會大漲耶 聽不進去 大家聽不進去 聽不進去我們也沒辦法 我只能說 其實股市本來就這樣 你要讓法人願意 去買一些股票 那基本上他一定是看到籌碼會比較安定 那像這種 我說實話 每次看它跌下來 籌碼就是不願意撿 我就搞不懂 你們希望說 截後要有一波行停 第四階的行停 還真的要這樣 因為說實話 我講我心裡的話 你說 比如說我們在八月份 有找到戲創見頂這些 都是投信買的股票 那是因為我們抓準 他買他的股票 他會在季底的時候一定會顧 但是他也不見得可以顧到最後一天 你懂嗎 這個觀念大家要有 所以我們才會 氣創其實 也跟各位講是獲利了結 但是你說 下個月要找到類似的股票有沒有 一定有 怎麼找 這就是要憑真功夫 好不好 就算我明著跟各位明講一些看法 我說實話 你說當時一百二十三塊五毛的 去見頂 有沒有買 買一堆啊 那最後到哪裡去 最後到兩百一隻去 漲了百分之八十的 你還不出 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這就是因為投信當時一直在買 我們再看一下 投信一直在買 給各位看 你看 投信買融資有減 那籌碼就比較安定一點 來看一下 有沒有 投信有買 可是他最近又買不動 所以股票市場上 你要的就是 知道說下一季哪些股票 投信願意來買 最起碼可以怎麼樣 抵抗外資的賣盤 那大家對於拉回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機會 你如果說你之前 你看我節目 材料也沒有做到的 投信 任揚的股票你也沒做到的 你要來找我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再三來問各位 你有沒有檢視你自己到老子股 你該怎麼做 你有沒有問自己 不要鴕鳥心態 要把棉被蓋起來 就不看股票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的 第四季哪一些到底是強勢股 資金要不要轉移 很多人AI都套到高檔 那我問各位一下 如果你的股票第四季也不會漲 那你要不要換 你要不要換成第四季會漲的股票 還有我要 帶你找解決你套到股票的持股的方法 所以中秋團圓就是要一起發 我這活動會一直辦到中秋節 那基本合言有服務專線 你想要跟著我們一起發的 你打電話進來 那同樣的 觀眾朋友們 你也可以藉由LIOT LIOT是我們一起溝通的一個橋樑 Youtuber也是讓你可以一看再看我節目的一個橋樑 所以這兩個都很重要 那你還沒加入Youtuber麻煩你加入Youtuber 你可以回看我之前我怎麼講的 來檢視我 那LIOT也是一樣 那你有任何持股上不了解的地方 因為盤視的回應你會害怕的 你可以藉由加入LIOT以後你私訊我們服務人員 我相信我會在第一時間會回答各位 行情沒那麼糟糕 我們還是看好未來的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讓真材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